那么好的 接下来是主线攻略片 那么这个支线收集片的话 这个感谢B站的这个粉字和红字同学 给我们做了一下字幕 这个让方便大家了解啊 然后我们主线呢 现在是到哪里了 我们这个已经 这个这个应该怎么说呢 Gentech啊 对吧 现在我给他了一个中文译名叫金泰克 这里捕银草 操纵捕银草 是他们的这个黑色手望的一次行动 哎 乖尔神父正式莫瑟的说说 然后呢这个乖尔神父 现在还没有信任这个 Gems 现在这个神父和詹姆斯还不算是联手 这个所以呢 这个詹姆斯还跟这个神父的说法 还这个意见还不太一致 而且这个 这个神父也不是很了解詹姆斯 对吧 哎 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他们的测试地点 他们要通过释放这个怪物 来这个 来让他来吸吸平民 来收集一些这个信息 总之就是拿平民做实验 但是呢 我们介入了以后 就阻止他们的行动 看能不能获得点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个怪物 话说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个虐杀人形里面这个 他们的这个 他们身上的这个能力 就是吸收一些特殊DNA 可以融合到自身 如果吸收了重复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哎 就是这货 这个怪物应该叫什么 他们就一直都是叫这个样本 是吧 哎 这里给我们教一次和他基本 战斗的基本技巧 就是哎 这个 背身跳 直接一下子可以跳到他的背后 直接按跳就可以 操作非常简单 而且手感非常好 而且还有慢动作的特效 这里的话我们就只能是用徒手 因为选择的是这个hard的难度 所以可能这个打得比较慢 要打得怂一点也可以 哎 我们看这个一爪子打着交流的血 还是很多的 哎 我们看跳过了以后 如果直接使用蓄力提击的话 可能距离不够 所以要稍微往前走一点 我们让他看看他一爪子能挠多少血 我们看还是很多的 所以hard的难度的话 一定要这个 一定要谨慎 再打一下 打不着 这个适当的时机进行跳的话 就可以躲避他的攻击 而且还可以在他的背后 不过呢 这个时机也跳的 也不能过早或过晚 这个过晚的话 当然会被打中了 如果跳得过早的话 这个他还会转身打到你 所以呢 这个跳的时机也是要注意的 哎 把他这个打死吸收以后 吸收到新的DNA 就辅了新的能力 这个获得了爪子 爪子的特点就是 攻击力 就肯定要比拳头高了 关键是他的攻速会很快 他又释放了一个 他们这个怪物样本 我们就赶快也给他解决掉 适合适合武器 哎 像 哎 我们看刚才这是就是 跳早了的情况 他依然会转身挠到我 如果他开始挠的时候跳的话 躲开了他的攻击 还可以对他进行背后攻击 哎 多跳跳没关系 非常好适应的操作 手感非常好 哎 这个逆杀运行2呢 这个很多人抱怨过剧情啊 其实我可以这个玩了 玩了很多遍以后 已经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游戏的完成度 是相当之高 而且我们知道 在游戏制作的过程中 这个游戏的这个 本体部分和剧情部分相比 本体是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所以既然已经花了 这么长时间来进行游戏的 这个完成度的话 没理由在剧情方面 会这么落那个什么 落冰根 所以这个 而且我可以在剧情上 看出来这个很多地方 其实设计的 应该是伏笔什么的 都是有的 但是呢 确实没有做到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而且这个冰上游戏游戏 确实进行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看到这个游戏狗血的部分 往往就要和这个 美国的主旋律 要加到一起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剧情 这个非常的这个 欠妥对吧 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 人家本来已经完成好的 很有深度的一个剧情 并且在宣传上的时候 也给大家都说过了 最后为什么会变这么狗血呢 主要可能就是因为 可能这个 相关部门的一定的程度的 这个审查 施压 然后让他们要求 他们要和这个 所谓的主旋律相辅 对吧 因为毕竟涉及到 政府军队这样的东西 而且在现在的时候 美国这个战后安抚工作 又是他们的重点工作 所以在现在的 这个美国的各类的影视啊 文艺作品里面 都开始 都开始要求 复合主旋律 已经毁了一批一批的 这个影视作品 本来人家会做很好的 这个不管是美国和中国 还是都是一样的 这里反正我们就是在测试 我们的新武器 这里没有什么说的 都是虐杀嘛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动作 跳起来以后呢 然后锁定目标 按这个抓头的这个键 然后呢 就可以在空中突袭 抓头率非常之高 成功率 这里的话 还有战车坦克 这里的话 会教我们 对付战车的一个方法 原先的话 可能是直接轰 这里的话 它又会一些特写操作 我们先拿到这个火箭筒 然后呢 靠近了以后 直接按跳 会自动跳到这个坦克顶上 然后我们就锁定目标 一顿轰吧 这个哈尔难度的话 不升级是三发 如果你以后的话 升级这个射击的能力满级的话 一发可以搞定 这里的话 我们就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你看这个台测 其实这个詹姆斯海洛的话 设计的就是 大老粗 但是他这个说话 也很霸气 这个人物设计应该 其实本来应该都是可以很成功的 我觉得没有理由这个设计不好 而且毕竟也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我可以感觉出来 人家本来是设计的好好的 但是确实 有这个修改过的痕迹很明显 前面可能觉得大家觉得虎头蛇尾 所以前面的剧情还不错 这个神父的说话 这一集可以看到很有意思 神父他因为本职工作是神父 神职人员 所以说话里面不能有 什么粗口 比如说像Kill 这样的话都不能说 这算是获得了神父的信任吗 这个神父一点也不像是神职人员 信息量非常大 所以你相信他吗 我不知道这些 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 如果Alex Mercer 想杀了每个最后的 这些黑watch和Gentech 仆职人员 那么我和他 什么呀 什么呀 他不错吗 你让我担心他 这个原本也没有人知道 Alex Moser的计划对吧 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呢 现在来说的话 这个新的任务还不会有 新主线任务还没开启 相反会有一个支线任务的标记 所以这等于是支线任务教学 这里就是他说的这个信号车 我看到上面还有一个雷达 说它属于情报用的车 这个车是这个游戏里面 最坚固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都能破坏 又它破坏不了 这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砸砸看 你可以砸它冒火光 但是它身上一点 这个破坏破损的痕迹都没有 这里的话要求我们要变成 这个金泰克的人 或者说是这个黑色手望的人 才能使用这个这个情报车 我们看这个屏幕上闪红光 就说明这个还是 只能得到线索 但却得不到主要信息 这很麻烦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人名 但是不知道这个他的位置 我们就要利用这个生化雷达 找找看 爬高点 看一看 看到了 发红光的那个就是 我们来一个空中突袭 帅气 一样吸收料就获得记忆 我们看 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来 这个金泰克和黑色手望联合起来 一直在纽约这种人口密集的城市 进行着这个无人道的这种 这个研究 那就是金泰克负责做研究 然后这个黑色手望负责进行 这种强制暴力的这种这个压制行径 还有就是控制平民 就是通过这个黑色手望 而且黑色手望本身又属于政府官方的军队 这个不可能没有名堂 向着这个目标地点前进 这里也还会交给我们一些很多基础的一些 这个游戏中的要素 我们现在身上已经有这个金泰克的研究员的这个衣服了 这个样貌了 所以还可以再换成如果你要是没换的话没关系 来这里的话 暗杀一个守卫 也可以进去 你会感觉到他们的这个生物识别的这个系统非常的费啊 话说他们也就不吸取这个一代的时候这个 这个Alex Mercer的教训吗 再把这个他们长官 看这个他这个 在那个什么的是一代的时候 可能像这样的动作啊 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多话 这一代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 让这个詹姆斯的这个性格非常饱满 各种侧面的描述 那个网坑间我们还进不了 我们现在就再获得一个钥匙 这里又教我们了一个 就是看这里有这个守卫 但是你除了这个用生化雷达搜索人以外 还可以用来进行敌人的这种这个警戒识别 我们看是头身上有红光的这种 就是有敌人注视不可暗杀 而是这个白光的话 就是那种可暗杀的敌人 没有人在注视可以偷偷杀掉 这样的话 你在这个就不用一个一个这个试着去杀人了 看这条对话 他说 屌丝这个词总算有个国产了 这个外国不是日本的说法叫马达欧 或者说是这个废柴对吧 但是好像这个我觉得屌丝这个程度 好像要比那个更进一步 这里的话我们刚看到会有一个特殊奖励 就是他在锁定敌人的情况下 使用这个锁敌的这个识别 然后呢 他会在直接对周围的敌人 就是显示出来有谁在注视着他 然后会有经验奖励 这段很有意思 这个明明是在这个360上玩的 但是却吐槽了一下PS的手柄 这应该是给这个索尼做网告呢 看来这个游戏主开发的时候 应该是在这个PS3的主机上 然后移植到Xbox 这个确实有很多同学玩过以后说 这个Xbox上的调帧 相对要那个流畅度没有PS3的好 确实是 很多时候这个 有些人就说在这个主机上 没有另外一个主机的流畅 然后以此来比较这个主机性能什么的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主要是在人家开发人员的这个优化上的问题 流畅度 人家主开发在PS3上的话 那移植到Xbox的话 Xbox就会掉阵 人家主开发在Xbox上 然后移植到PS3上的话 那PS3上一般就会掉阵 就是这么一个现象 不明真相的文威观群众就是比较喜欢导师四飞 天下本物是拥有人自饶之嘛 这里的话我们任务完成了以后呢 还会有一个这个升级奖励 我们升一个什么呢 升一个空中突袭的这个攻击伤害 然后我们的等级也提升了 等级提升的话获得的不是特殊能力 而是获得的这个基本能力的强化 我们这次升一个health吧 升一个体力上限 我们看这个再升就是升速度了 但是我们现在还用不着 这个最优先升的话 可能是升一下体力和这个隐秘 藏匿的能力 然后其次的话再是其他的 人才流失 这里的话我们的这个 James就要对这个黑色守望和这个 他们这个金泰克的研究人员 党杀特杀了 Rooks is holding a private briefing at his command center in a few minutes Good getting tired of running after this guy Listen to me You've got to be careful James These bases are on high alert You're going to need a military disguise to get inside unnoticed Shouldn't be a problem 这里告诉我们警戒程度 这样警戒程度达到满的话 就会虽然说你在躁腻的状态 但是呢警戒程度达到满 也会这个也会引起警报 就是人家这个认出你了吗 除了这个惊动敌人的方式以外 还有这个他们这个生物扫描 这玩意儿的话靠近太近的话 他也会逐渐提高这个警觉度 但是基本上这个这玩意儿威胁不大 你这个藏匿的能力升两级的话就不用再升了 这基本上所有的藏匿的东西都不需要了 这样的话就知道黄龙了 这样的话就知道黄龙了 这里你要是开枪把这两货杀的话 我就承认你是神座 好了 神座失聚交臂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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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要那个什么的话 一定要想要这个剧情上要想那个什么 就冲击的话必须要下回首 让他学姐学习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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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副就是不说kill啊 death啊这样的词 哦 这个这个里头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 很多这个敌人的这些什么砸兵啊什么的 其实都挺萌的 你们看这集里面很多对话 其实设计的都挺有意思的 不像那个一代的时候那么单调了 所以说可以感觉出来 在剧情上下的功夫其实是非常足的 但是却被却被莫名其妙的改掉了 而且改的痕迹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毕竟大家讨论的话都是这个凭空讨论 因为这个都是道听途说 然后呢这个语言又不通 所以呢这个大家对剧情的理解误解 可能还是比较多的 看到这个 这个他们这些静态科的研究员 完全就是变态 把整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人 完全就是草菅人民 完全当成一个实验品 完全就看作是实验品 都不通之地 我们看会有他们常用的一个集资 叫ASAP 对吧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快 太无语了 管求你的人家的军用流程标准上的说法就是 人家才不管你什么怎么说呢 就跟我们有时候催食堂的这个大妈你快点 人家人家已经在做了 你再怎么尽快也没用 这里的话我们虽然说是可以藏匿的走进去 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体验一下敌人火力之门 所以我这里故意换成了这个詹姆斯的样子 然后引起警觉过去 因为这里的话比较特殊 因为大多数敌人都拿了重火力武器 而后期的话会这样 所以我们在前期还还不是很危险的时候 但是大家体验一把免得以后 免得以后在那个什么的时候 我们说你怎么混人那么牛逼你咋不杀呢 让大家了解一下 提会一下 你要想杀这个 不是说让你真的就是这个难度下虐杀什么的 你看到处都是榴弹炮和火箭筒 这里的话这个特殊奖励要求是用这个火箭火箭筒 然后打掉这个坦克 看 哎 那个火箭 看已经打掉半血了 基本上你这个时不时的就会来一发 而且现在的话我们因为没有这个弹反的这个这个盾牌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现在还比较棘手 这里的其实正确打法是这个藏起来 然后偷偷偷一个偷一个人 然后拿到火箭筒 怎么轰怒不死 已经快死了 这里看到很多这个像是金泰克的主导人员的这些一些人的名字 这些都是信息 话说我觉得这个他们把人吸收了以后获得记忆应该也会获得一些知识吧 这个艾勒克斯是当时是这样的 他不但吸收了人以后除了他的记忆以外还吸收了很多知识 但是这个詹姆斯的话就是吸收了以后只是得到记忆 该傻逼的还是傻逼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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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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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因为本身也是军人 所以军用流程的专用对话方式的话 他也都知道 我们这次用跑动的方式 现在还没有升级 以后要是升级跑动的话 跑的会相当 哎呦 贴图错误 跑的会相当牛逼 速度特别快 我们看这样已经跑得很快了 这个Alex Mercer的时候 那个跑动的时候 地上都踩的有坑是吧 其实这一代做的更细 那个Alex Mercer的话 他那个各种动作的特效什么的 都是统一从头至尾 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James Miller这里呢 就是说你每升级的话 你都会有一点差别 你都可以感觉到 他的这个人物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一点也做得挺好的 我们看这些 从他这个很多这个 剧情上的有些这个 细节上的一些对话 可以看出来一些他们 这个一些情况 就是说他们这个 黑色手望的人 虽然负责保安工作 但是经常把他们的这个 研究人员给拦下来 然后影响到他们工作 然后这里他们给抱怨了一下 我们已经有非常完善的 生物识别系统 你们干嘛还把我们的人 老拦下来扫描扫描个没完 有个水汽 当然是一个怪物的称号 当然他的不是真的水汽 诶 转驱攻击 这是军杀元星2的 这个新武器 一旦没有的 一旦没有的 全部完蛋 这段的话 这玩意儿说好打也好打 说不好打也不好打 不好打在哪呢 主要是一个是场景和他的攻击力很强 我们主要的打法是利用火箭筒 但是因为这个因为他自动视角了 所以我们想要去拿火箭筒的话 总是要背对火箭筒拿 就是看不到 平常会抓空 这点很麻烦 要简单的话 我们看轰的时候要闪避什么的 根本没有难度 简单就简单在这儿 我们这个除了用火箭炮之前 如果没拿到火箭筒的话 我们投掷周围的这些爆炸物也可以 我们看他这一下 伤水真的是非常多 再给他扔一个 我们看 该他的躲避方式侧跳 重杂是侧跳 还有他的这个卷曲攻击也是侧跳 关键是他的这个扫荡攻击的话 就是要用这个高跳 跳起来 因为你要是推着摇杆跳的话 他可能会这个 我们看侧跳的话 还是躲不开他的范围 跳的实际也是一样 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这个没血了 咱们就这样扛着血来 反正咱们不怕 心里有数就行 找火箭筒 没找到 先顺手 随便抓一个东西扔吧 又吃了一下 吃伤血最多的是 他那个扫荡攻击 那一下最特 为啥不用爪子呢 因为靠爪子的话 他会有这个特殊攻击判定 所以不要靠近 都是远距离 而且他提示你了 是让你用火箭筒打 他说这个爪子啊 这些武器的升级 不是在靠经验了 而是也是完成收集任务 和支线任务来升级 还有些其他的一些 这个随机收集要素 完成了以后才会升级 升级了以后呢 这个武器的外观还会不一样 变得让你看得越来越危险 越来越分离 会有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游戏这个设计 还是挺不错的 细节上做的比一代要好很多 游戏手感操作手感也更好 而且这个多余的东西也都放掉了 而且留下了很多这个更有用 这个而且提高了这个实用性 一代的时候这个武器的使用啊 只能按照一个键上来使用 但是呢在这二代呢 这个是设计在两个键上 你装备在两个键上 可以同时装备两个武器 然后呢交替使用 而且还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攻击方式 就是做的真的是挺不错的 这里的话就像我们要演示的 这个卷区的这个武器的特殊攻击 叫黑洞 因为我们看放出去以后 把所有人压缩 拉到一起就像黑洞一样 然后他们就全部压碎了 这就是等于是个 这个单体输出 还有全体输出的话 这个伤害都很高 所以很好用的武器 注意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换成他们的样子 不然你出门迎接的就是枪凌带衣 OK好了我们也差不多了 我们把他们的Face 1给制止了 要升级吗 通到第四级 第四级的话 我们看还有 有几个点 我们该果断就升 那个藏匿能力吧 第三个是这个 恢复能力 我们直接升第四个藏匿 因为后面的话 情报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 那么好 这段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还有直线收集片 收集片